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普京將在黑天鵝宮廷政變被推翻 前美CIA局長 他日子已屈指可數 中共海軍司令秘密換人 船涉國防部長人選 器官被哪個領導看上 船廣州大三生離奇死亡 中共不讓人們過聖誕節的原因找到了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12月27日 星期三 我們通常在視頻發布後一小時內提供字幕 您只需點擊視頻上的CC按鈕即可打開字幕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普京將在黑天鵝宮廷政變中被推翻 前美中央情報局局長 他的日子已屈指可數了 在美國間諜機構工作了30年的捷克·迪瓦恩 在接受《太陽報》獨家採訪時表示 如果普京明天失蹤 如果政府中的某些人決定採取行政行動 他不會感到驚訝 83歲的迪瓦恩在32年來領導著數千名間諜 在全球各地執行秘密和機密任務 他相信普京的滅亡將落在與他最親近的人手中 FX168財經引述《紐約時報》報導稱 前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預測 俄羅斯總統普京 將在黑天鵝宮廷政變中被推翻 並補充說 這位71歲的老人的日子已經屈指可數了 迪瓦恩認為普京變得越來越不可預測和危險 而他對烏克蘭的入侵已經剝下了他政治滅亡的種子 迪瓦恩相信 隨著戰爭的繼續 這位暴君的聲望將繼續下降 但這不會阻止他的可怕磨難 烏克蘭的停滯 可能會導致普京在黑天鵝宮廷政變中被推翻 特別是 如果俄羅斯的努力看起來似乎導致永久僵局 迪瓦恩表示 這將是一個驚喜 總是由我們所說的黑天鵝突然出現 但如果黑天鵝失敗 我相信它的麻煩就在陷入僵局時開始 而現在就是這樣 我不認為這會是一場起義 我認為這將是一場我們所說的宮廷政變 中共海軍司令秘密換人 船涉國防部長人選 12月25日 中共中央軍委在北京舉行晉升上將軍銜儀式 這次晉升上將的是南部戰區政治委員王文權 海軍司令員胡忠明 此消息顯示 中共中央軍委聯情保障部隊前政委王文權 接替王建武任南部戰區政委 海軍前參謀長胡忠明接替董軍任海軍司令員 從中共央視播出的畫面顯示 董軍參加了晉升儀式 並在主席臺下第一排就坐 現年62歲的董軍是中共中央委員 曾任東海艦隊副司令員 南部戰區副司令員 海軍副司令員等職 目前官方尚未公布董軍的新職 其未來動向已經關注 《香港明報》12月27日報導 有消息說 董軍即將高升 成為新國防部長的熱門人選 是否屬實 29日閉幕的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議上就將接終 中共國防部長李尚福10月2日被免去國務委員 國防部部長職務及中央軍委委員職務 官方至今未宣布新防長的人選 上述報導指 若董軍果真升任中共防長 按慣例還將兼任國務委員 中央軍委委員 機身準國家領導人行列 這將是海軍出身軍事將領的空前高度 器官被哪個領導看上 傳廣州大三生離奇死亡 網傳消息 廣州松田學院傳出21歲學生在教室死亡 離奇死亡 學生是大約早上8點30時發生事故 在11時就在殯儀館被火化 整個過程不到3小時 外界難以相信有這種事情發生 而目前詳細情形以及真實情況都有待查證 家屬在網絡上表示 在醫學發達的這個年代 不可能沒有任何急救機會 質疑為何學校隱瞞孩子的情況 並懷疑是否另有隱情 竟在沒征得父母同意下 讓孩子連醫院沒去 就直接送到殯儀館火化 讓他們難以諒解 更懷疑孩子的器官被摘除了 視頻中 家屬方怒斥 拉到殯儀館 我家人都沒有同意 憑什麼送過去啊 不需要我們見面嗎 為什麼跟我們見個面都不可以 期間 校方插話說是按規定 家屬最後說 現在你給我地址 我馬上過去 校方說 殯儀館 我不知道哪個殯儀館 網民以人間地獄形容這次事件 並提出五大疑點 1. 在校期間突然沒了 2. 沒有送醫院搶救 3. 直接拉到殯儀館 4. 哪家殯儀館不知道 5. 無親屬簽字 當天火化 許多網友表示 以中共治下普遍視人命如草菅的現狀 學校耽誤救治並不奇怪 但是不經家長同意 就私自火化 很難讓人理解 很顯然當地官方在刻意隱瞞什麼 有人質問 該學生到底是因爲什麼昏迷 還有人懷疑 學生最後生不見人 亡不見屍 是否是又一個胡新宇 去年江西中學生胡新宇在校內離奇失蹤 網路熱傳是因爲一名中共高級官員需要器官 最後 中共以不問你信不信 就問你服不服手法強行檢案 更加深了民眾的懷疑 近年來 中國青少年密集失蹤 最近官媒又密集報導大學生腦亡後捐出多個器官的新聞 網民強烈質疑 這些都與中共活摘器官有關 中共不讓人們過聖誕節的原因找到了 作者秦鵬在社媒X上發文說 聖誕節對共產主義來說是一個很悲催的日子 1.1991年12月25日 中共的俄爹蘇聯解體 從此更多社會正義國家獲得自由 2.1989年12月25日 羅馬尼亞總統齊奧塞斯庫夫婦被槍斃 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又少了一個 1978年12月25日 粵軍集中18個陸軍師團又15個團 一個航空兵師 共約20萬餘兵力 對柬埔寨發動全面進攻 柬埔寨大屠殺被中斷 檢供是中共扶植的邪惡組織 屠殺了該國四分之一人口 包括20萬華人和所有越南裔 4.中共為了阻止人們過聖誕夜 今年居然說12月24日不是平安夜 是長青湖戰役勝利73週年的日子 這裡就別提多荒唐了 一場中共參與的北方對南方的侵略戰爭 一場損失慘重的敗仗 連日期都是假的 12月13日就結束了 和聖誕節有毛關係 和共產黨沾邊沒好事 一定要選離 秦鵬是資深經濟和政治評論人 長期深度觀察中美經濟 實證和科技 今天阿波羅網副頻道視頻內容是 習近平 鄧小平全被無嘴 中共理論自信徹底現行 阿波羅網報導 綜合報導 他把王志安商業行為的秘密 誹謗台灣大選 寧可AI智障 你一定要看的中共十大翻車現場 您可以點擊視頻的右上角觀看 感謝阿波羅網會員的贊助和大家的支持 請您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連結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請問問您要不要投放 嘗試看 按照片 停止 按照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